這個下級學院學期 雖然很專長幾尊 可是我覺得蠻紮實的吧 至少有很多 那樣的認真的 來選這個 我覺得蠻欣慰 藝術還是有欣修的 唯一很重要性 我們記得從前面的風格一直談到現在 那已經大體上能去向到初想 從 宇宙人的生理結構的 誕生生命的情人誕生到 張開眼睛而 看好奇這個世界到 用想法去面對這個世界 再進入內心底神的情意識裡面 再回應到全體人類的集體前意識 該做的都做 各種可能的探選 從有目的地去找東西 有目的地去認識的世界 有目的地去幫助生命的一個公民與成長 以及 有目的地去找 建立各種風格 從從有意義的一個概念 一直 刻板化印記在我們的腦海裡 我們在努力 不需要 全然好像傳出周密 所以啊 必須要找到另外一個領域 和伴手 叫無意義的伴手 所以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現在衣服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反動業 這部分啊 我都會把它放在 出現在主義的 和藝術的 美學的討論裡面的 第一的 章編 那今天把它放到後面 其實它完了之後 同時 醞釀的一個超限時主義 那為什麼把它放到 因為太重要 它這個反動業 有了 重新 全面性的 徹底的檢查 人生命裡面的 一個 所有可能的 裡面 所以 我今天要從 一個有意義裡面 來進入有意義 本來有所謂的 維護理 各種理論 各種創作 各種過程 可以 它不理我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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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那到這裡啊 達達主義 1916年 這樣的一個東西啊 1916年 在瑞士 我們知道 世界大戰 戰爭 戰爭這種混亂 這亂事 是很貧窮 那種亂事啊 就比較挺身為主 就會跑出一些東西 我們 也不是它故意跑出來 這個事實上是很自然的想像 我們隨時隨地感覺到自己有複雜的混亂所屬的世界 你就會找到一個需要的方向 阿拉主義的出現是在戰爭上 因為地方啊 比較不類似 總理沒有戰爭 歐洲前面是戰爭 只有不認識 所以所有的精英啊 講精英啊 瓜谷 瓜谷裡面 包含這些有權有識 都是所謂的自私分子 有相當的有閒的 有能力的 有條件的 這群人 避開戰爭 或許我們 用一個比較好的語法 逃避 厭惡戰爭 另外一個 面向 厭惡跟逃 跟所謂的逃避 不太一樣 不管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這群人在瑞士出的疑似 有相當多的不同國家的 國籍啊 在一起呢 結合在一起 重要 這個酒店啊 有兩個人 一個是 一個是 魚果 魚果 德國的一個是人 魚果 另外一個 他太太 有兩個人啊 一起 開了這個酒店 希望將會大發力士 賣很多的酒 賣很多的啤酒 然後夜夜聲歌 各種節目 串在裡面 類似我們現在所謂的 夜店 好 各種節目現場表演 都有 全部人 他們曾經跑到 幾 都幾個星星 他在你們的外面 聽那個 裡面的 節奏才能動 這個地方 更是蘇伊斯的 一號 那 夜靈曾經在這個 十二號這一家 這個房子 策劃 模仿 蘇聯的 革命 他們是買了一號 剛好 合起來 那這個地方呢 他們開啟达达达很重要的一個起點 那這达达 當然 這個 產到這個時代裡面 反動的一個變化 其實啊 我們之前談功 有都是反動的變化 特別明顯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加了一個現代藝術 可是你可以在刮服之後 現代藝術之後 的反動的變化 那你反過來變成 賀現代藝術 我們都反對 因為我們現在正屬於 現代藝術之後 的一個時代 這小孩自從 對股像教育 打球啊 才讓她的 超建民主力 就在那裡 這個關係 後來只會用一杯 是經濟 這個 對我們的 酒會 可以演過一段 那一群小孩子 對他作品 對他作品 打酒 他整個籃球 都沒講話 他已經不再創作新作了 整個會場 給了一種 非常操縱的意思 的分別 他情緒是做的非常 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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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 新習慣 新習慣的 新習慣的 運用 的運用 這句話 老是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這裏 也很像出現 好 這一層民主管 是第一次 做了一個 衛生 做了一個 衛生 你知道 當他主義裡面最早 1916年 一群人 他們在酒店裡幫他們住一個 他們在那邊玩樂啊 開酒 他幫一個 女藝人 取一個藝名 然後啊 他就用一個 才性 才子 才性 才性刀啊 找了一本德法 法德之國 搓進去 他 挑開來 裡面有個字 就變得 圖一個字 叫 D-A-D-A-D-A-D-A 在法文之間裡面 這字啊 很特別 它叫做 孩童啊 小時候成長過什麼 學人 奇目嘛 便發出聲音叫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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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然後另外一個意思叫做 無異異 無異異 好 無異異 剛剛我講 從異討論 到無異 那這樣的起碼方式 是歐洲人 法國人 的 小孩玩具的 一點點 那裡面呢 文字 詩 詩歌 或文學的 規作 注意 因為遇過 所以他们一群人各种不同的专业 各种不同的立场里面 在这个福尔泰酒店 表现了一个什么 表现了一个 不起而遇的一个 以批判战争 批判时代 批判传统 所以反时代、反传统、反道德 反一切、反社会、反教育 反一切人为的一个世界 反人类所现有的所有价值 全部反 这个很厉害的一套思维 完全把它否定 那这种否定是一种正反和德概念 否定里面提出非常多的是质疑 质疑啊 是我们感官系统里面 进入意识形态的一个批判 宗教的一个途径 所以质疑之中啊 才会建构意识里面的所谓的 反正和、正反和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达达的出现 很有意思 那他这一群人很疯 疯到很少 他在里面教他这些也都不剩佳 在整个这个布尔泰酒店 在瑞士吃的碗里面 哈啊 变成是一个歌舞场 这里面啊 随便举个例子 雨果 雨果啊 哈啊 他的太太 很搞笑 他的声音尖锐到不得了 随时随便在这酒店里面就看到他 跟着酒店 叫人或是在唱的东西 唱歌什么的 发出来的声音尖锐到不得了 然后呢 雨果呢 很喜欢 在那边敲 敲这个节奏 然后雨果呢 一边跳舞啊 一边嚎叫 然后呢 把一些字啊 厚子上的字啊 剪成碎碎的一样 装在麻布袋里面 就即兴創作 在写诗 就把他拼在桌上 一拼 就把他那边起来 很憋口 很不顺 然后 常常啊 这些人啊 甚至啊 头上 顶着一个管子 然后 甚至啊 把裁风车啊 推过来 还踩了个裁风车 随着裁风车的 转动的声音啊 和节奏啊 来伴随着这个诗歌的创作 他们甚至还出版了一个叫 达达的刊物 达达刊物叫做 福尔泰俱乐部 福尔泰酒店 这样的刊物 总共办了武器 达达总共办武器刊物 就没了 然后 整个艺术的一个观点来看 他说啊 艺术 不再是一个 本身 不是一个目的 他是一个什么 把他当作目的 就很练真了 太练真了 不可思议 太有效了 艺术是一个时代 跟时代的一个 反应的部分 他是一个带领 时代的舞台 哎 这个观点 美学的 完全完全 黑歌的游戏 历史 是一个舞台 上面撑出来 叫做艺术 很大 上面是一个舞台上去生命 整个展现这个时代的一个 一个 一个遗憾的部分 一个带领 雨果 这个雨果 这个雨果啊 他们住的地方是在 苏黎寺的 镜巷一号 镜巷一号 把他满下来 租巷 然后随后他们也关掉了 之后成立这个部分 之后 另外转成艺术 这个团体啊 来去匆匆很厉害 当时发起这个 阿拉主义的群人 有谁 有茶啦 有这个雨果 等等 那么 后的主要是 欺负 无闹 喧嚣 恶做群 各种妙妙 奇妙的 这种奇力的这种花招 一旦人家 知道了这个名气之后 接种 所有人都勇姿 勇姿 这种酒店 也形象在历史上 很重要的开启 和后现代的一页 不如质疑 谁起头了 已经不重要了 茶啦 刚刚讲到 有一个茶啦 也是这样 他喜欢制造四杯 他 吹口罩 他喜欢吹口罩 睡觉也在吹口罩 上车座也在吹口罩 吃东西也在吹口罩 然后又口罩 尖叫 很喜欢尖叫 只要有他在场 就闹得不得了 甚至啊 各种声音都知道 他拍桌子啊 干嘛 我提桌子啊 他吃一碗 吃一顿餐 他就很关燈 可是啊 很威超大 尤其就是节奏感 非常好 可是呢 很疯狂 疯狂到啊 不可思议 而且他是骂人高手 曾经因为这个展览 或发表作品的时候 当场就跟观众 尬起来 随时人意 就跟观众 吵起来 整个杂志指示 一看啊 是他策划 一手 做编辑 都去看 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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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些人啊 都很有才华 甚至 我们刚刚提到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进行所谓的 对观众的一个骚扰 干预 嫖戏 厚变 甚至野蛮 示威 来激怒 一般的 庸夫 我们讲的 平凡的 极端的手段 用这种方法 你可以听到老师在讲的 好像在群众运动的一个概念 没有错 尤其观众 观众啊 对观众的鄙视到其点 厌恶到其点 可是 观众真的想要 这个很厉害 所以 打打里面 制造这样的一个手法 改作为一个 挑戏这样的一个 活动的概念 任何有商业价值的 任何毅灵者的战略 全部把它投定掉 很厉害 这一拳 非常有才华 讲到才华 涉及到一个 不是为投定的 它里面一定可以把你找出问题 一定是一个 博学今生的 投定的一个基础 那么 当然 在对此的八起之后 马上进入 转移到国里 甚至啊 老师告诉你 那个语言我们作家 很有意思 他还跑去哪里 跑到柏林去选那个 选那个国会 选国会 他 要求 这个政府 提出了口号 用达达近代政府 甚至提出一个叫做 这个尸体的绿色 绿色尸体的概念 结果他大概没选上 因为他们很破 没选上 这个是 讲到这里 当然 还有 再看下面 我们在这边走 这个 这是录像座的 这个 作品 这个作品 是 讲一个什么 闭眼的 一个概念 这个 这个 蒙娜丽莎的 一个微笑 这个作品 人家可以介绍 他讲的是 一个屁 再用一个 章的画 来做成的 一个作品 然后再来 继续 这个是 他们的 一些 发表的一个 文章 或者其他海报 在宣传过了 非常多 大量的去 印制宣传物品 任何的景物和活动 在 这个是 刚刚看到的作品 有那个 一个洞洞 这个是作品 里面一个 虚 一个死 回过来 这个是 从洞 飞逝到 很有 裸体的 身体 手上拿着一把 我这个希望 我们的希望 人类的希望 好 再来 下面 这个是 反过来 反过来 曲曲 这种 部分的 一个死体 做成 另外一种 灰式 这灰式的概念里面 能不能取其 简浅其 犬责性的一个东西来看 有一个 虚跟实的概念 这样 好 这个是 后来的 新达达的一些 作品 一些艺术家做的作品 摄影的作品 全部 下面的一个作品 非常像 这两个作品 这两个作品 这里有一个脸孔 这个是一个作品 这个是我们称为 行动秘术 表演移术的作品 很像我们凶杀案发生的现场 下 再来 这个是 海报 广告 有点好莱坞味道 非常大大 但 这个是 我们时下 的包装物 你可以 拿着各种东西 我们只要把图像弄进去 我还有看过的人把衣服 画来后面 画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一路上插人撞车 只看那边 这个是很炫的一个带者 这个 商业博文 非常大大 达拉斯坦 商业博文 好 这里面谈了 今天我们的谈度非常多 达拉是现在的一个艺术的 画分的起点 他里面谈反免权物基神 达拉艺术世潮 其实代表相关艺术 讲蛮多的 从瑞士达达 柏林达达 巴黎达达 到纽约达达 蛮多的达达 从欧洲到美洲 全面性的版图对艺术的一个影响 这个是很重要 尤其我们今天处在 都现在时代里面 我们都不能理解达达的话 那么你真的 真的是 你冤枉了活 活这一生 这达拉非常重要 不是因为他跟政治或其他成事 都不关心 他反政治 绝对反政治 反战 批判所有人类的文性 反道的展察 反一切人为建筑持续的一切东西 反社会 达达创作方法跟技巧的表现 这里跟操练史蛮接近 其实操练史啊 就是允许达达而来 操练史真正的创作者 一个精神 来临达达 那达达影响现在的艺术哲学 意义的消失 以解构 我们谈一个叫做西武 西武主义的等在 好 这里谈的是 刚刚讲到 一切的反一切 贬义传统价值 系列 然后呢 追求清醒 非理性状态 非理性状态 非理性的要求清醒 你看这些周路面约的 很清醒 拒绝约定成熟的这种 艺术的一个标准 所有的外面感 全部降临在自己身上 幻灭 幻群 像他们是 你 世纪的一个毁灭的情 这样把人的一个 品力 调整到 极敏感的程度 来接收人世间 除了人数进入一切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手法 一个技巧 一个改变成思维 对跟生命合体的可能的一个方式 你今天学到它 我是告诉你 你用不完 用不完 用不完它的相可解 不断的去 指指的生命核心都不断 另外 这场思潮运动是 人类云南的一种抗命 诶 这里在批判着 文明跟文化 从来没有文明 从来没有怕过 一直是在野蛮的状态 包含自然的一个 男子生命里面的 永续的一种母亲小孩 这都是野蛮的 包含一切的结构 不可思议的一种主持 不可思议的一种概念 包含 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上课 全部受教育 为什么要去考试这样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土振 才是什么的正常 为什么不能脱光衣服在外面 乱跑乱跳 他就会很奇怪 不可思议的 所有的东西他都把你拿出来讲 所以这个虚无里面 充满了这意识人心 不知道是什么 反过来是一种 无限热神 他用反面的一个思维 请讲 第一章面讲 达达主义的西平主义 互相影响 看起来很像的 好 西平主义是 达达衍生过来的 看西平 两个第一个实践不对 不一样 达达那时候没有西平 可是有这些所谓的 很怪异的一群人 西平是一种 復古的活动 有思路的结果的群人 一群达达主义的一种 生活的像西平 比如那时候 生活的什么 像西平主义 像 像那些西平一样的生活 逃离他们的 逃离他们的归属的 正常的一个生活归蛋 一来然后 西大麻 然后杂交啊 然后 那个是后来的 他们的生活 他们没有 那他们有这样的思想 但是没有 当时没那么多大麻 也没人去制造海洛 因为是在战争 但是有酒 不一样 他现在提了那些物件 那些元素 我们这个时代 冲刺出来 但是戒那样的借口 假如他懂理所 戒这样的品牌包装 实际上这达达精神 不是这样 老实在讲下去 你可能会更清楚 这里要做区的喔 他现在提的是一个 现代社会 人的 意识形态 跟社会行为 好 那另外一种 法杂族是 无幸无还 不管 幸他不是有出俗的下落 或者是升华高尚的来表达 所以 刚刚没有看出来 看到的作品 都是要有 有性 就是要有生理的性 有心理的性 什么的性 就是无性无法 那一定要有这个原作性 人类的需求理由里面 第一层已经过了 马斯多夫的需求 或者是科学研究的理由 最底层就是 生理结构的需求 以及性 性跟欲言的东西都放在 最底层 最底层就是群人类 基本共有的 融性 所以要讲东西 从普通性切入 是个新鮮的方式 跑不了 任何时代都可以谈整理由 那这里特别提 因为提到的一个部分 它的层次 不管是在自我实现 俗家在创造的自我实现 其实对于基本上整个 共通性人类所共有的 所有一切 全部还给 所以因素的东西很特别 它都实说 它可大可小 小的我 含我 个人创作 个人创作并不代表我 个人创作 背后是有一个 一群 一群的群体的手 在推着你走 那这个我们吼 跟一个人推你走 他现在提的是 他爱一个人 所以就是那种 这个都比较不实现 那个我们听听就好 好 这里讲到这里 等一下再提下去 会也比较有理解 因为他提到了很多的 所谓精神和各争的部分 那 我们这里 刚刚讲到的一个 脉络流程的过程里面 可是事实上 达达主义 其实啊 191 16年开始 对不对 可是1922年就已经高峰 1923年快没了 这群人全部散了 因为 二太久这些关门啊 各自 所有人都走 战争结束了 到纽约 回到自己的国家 等等 到处去 所以影响了这个达达的 这个脉络 就开始蔓延到 各地 最明显是欧洲 巴黎 很多人就回巴黎了 很多人就回 回德国了 就再生结束了 很多人就移民到这个 纽约了 所以呢 变成 尤其明显是欧洲跟美国两块 是大的巴黎 达达的一个发展 一个场域 可是事实上 这东西已经蔓延到全世界 老实记得1990年 第一次回来台湾的时候 一通通每个二号公里 找我去那边聊 谈话 然后认识了一个人 他找我去 东化南路跟仁爱路交叉口 那个城堂 外面的走道 那一支时候有一群 艺术家在外面 他们啊 我就看到现场 那时候八九点 晚上八九点快十点 才去那里 带有一群 冤女的艺术家 带我去那里 去干嘛 他说你去看看那一群人 哎呦我看到傻眼 他旁边摆了一些啤酒瓶 或是一些酒 有的瓶子空了 就倒了 到处去淹地 一群人坐在那里面 像游民一样 只会他们有物质在旁边 酒店 还有一些 吃东西倒比较少 在那里聊东聊西 我说这群教育学家 奇怪 我在巴黎在欧洲看到了 这是个药物 我很大干 我就走 然后异通公园 二号公益 是最早的 异通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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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公园 是我一个学弟 他太太的家里面的一个 一个不动产 他把它变成是一个 一个艺术家在剧情 我都被邀请 那边听他们在讲这些东西 真的很反感 很无趣 那些东西都过时了 1990 这东西发生了在1916年 1924年就结束 进入转成 超限制之类 可是大家有没有结束 没 他一直不见的 那个一个思潮出现很重要 你们一定要有认识 就是说 他不是实现性 他是瀑布型的 瀑布型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的research 是瀑布型的 一滴水滴下来 沿着这个石垢 一直流 这个流 是无空不去的 懂吗 能有多少的路径 就有多少的铺层在上面 那我们讲到结束 是指这一群人 这一个特定的 时空的一个场域里面 这些的发生的现象 可是事实上他已经 变成 变成到处洒的一个层 空气 空气 可是我们在谈这个矛盾的部分 最大矛盾的 常常说 啊 这就用断代史 那老师告诉你 因为艺术的东西 没有 自己的一个史学的概念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意识形态 不是一个朝代的一个历史 或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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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权力意识的一个概念的结束 不是什么 所以啊 他是无处不留情 无处不 不去 去流动他 到现在还是非常早 老师 一想到这里 我觉得我满腔就是 动起来就想要去做什么 可是事实上 这种完全去除所谓的非理性 里面的一个清醒 不太容易做到 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除了什么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地方 再来 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要讲一个部分 就是说 达达里面 他对于一切 世界上一切 坦白讲 你以为他没有兴趣吗 老师告诉你 完全没兴趣 完全没兴趣 他对性也没兴趣 对结婚也没兴趣 对家建构 家在做一个实验 完全没兴趣 完全没兴趣 这种东西啊 我们之为离家出走 当他好的时候 舒服了 他就不想到 不想这个 不想 他娶了一个太太 虽然很不准 很不准 没有 他不是很喜欢 哎 有时他觉得 他不用管他 他也有钱 也不用养他 也不用叫他起来吃 反正就有人养他 也有佣人去照顾他 他是要过自己的日子 然后为什么他结这婚 我也不晓得 体验 因为事实上很快就不用了 他也能在一起回去 然后爱一个有夫之夫 爱到那么深 爱到连自己的经历 都把它挤出来 化成化 那就要洗成多少 多少 多少 多久 一堆 然后土上也要沾进去来做 怎么可能那么大堆 一张十号也要好大堆 你想想看 不可思议的 所以他是不是 在追求生命的一个归属不是 不是 他像一个船这样漂泊 碰到哪里 激起了什么 火花 再继续往前走 那个动力 为什么会反动力 再继续往前走 所以达达里面 他里面的一个主张 自我 他的自我里面 是强调一个小我中 来做到先进胜性 进胜性 再来去成就一个大我 所以艺术创作上 那种孩童般的 婴儿的义语 男男义语 叫无义义 所以达达就像那个小孩 其实小孩 我印象中标筋 然然意义还不容易 你最多的是哭 哼 就是哭 然后没人把他找来 练成事 给艺术创作 他是一个情感 他也表达笑也是 哭也是笑 需求也是哭 满足也是 熟悉也哭 不熟事也哭 陌生也哭 你把我碰我也哭 你没碰我也要哭 唉 那种无意义里面 很有意思 他把他的这种频率啊 敏感到极限 不可思議 就是达达 所以达达这个 路份啊 老师要讲到 大概就差不多先在这里 反对严肃的艺术 试图去破坏移存 只要你任何建构出来的系统 跟想法 跟讲完那个句子 打一个句点的时候 马上把他破坏掉 就把他破坏 唉 你知道吗 要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非常大的热忱和劲 老师跟我说 你上完课我回家 我那句话都讲得出来 他就叫我吃饭 就这样 然后他就很圆满 老师我对他人 我其实我已经讲不出怪了 唉 那个热忱啊 是放对地方的 切入点就下去了 下去了 要不要回头 不回头 老师告诉你 雨果最后怎么死了 知道 他很疯狂 他死去 最后啊 他到处去 去搞东搞西的搞怪 做怪的 写作 做死 最后啊 也不跟他太太讲 就把自己啊 放到那种 墨西哥关上面的一条爽爽 你就让他划划划 就在迷雾中就不见了 他太太到处找不到人 最后就死了 疯狂而死 打打死而死 他真的打打到死 杜相呢 他还没有这个之前这些八起人 杜相还不是八起人 杜相是延伸的这样的精神 继续的把它扩 扩张 发扬光大 可是这几个八起人啊 真的是疯狂到不得了 弄到自己啊 封掉死掉这样 这样的程度 就是打打 或者不是 所以老师要讲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对于打打这个东西啊 第一个 你聆听这样的一个资讯 它是一种思想 男男同义人 如梦似幻 就像阿波罗神的御神 阿波罗 是梦幻之神 人张开眼睛清醒的时候 是最不理解的 最不实现的事情 阳光照射的大地 是一切都是幻觉的 这些论调 都是在美学跟艺术哲学的概念里面 打打眼或是联习这种事 他应用的一些词汇 是我们现代的词汇 事实上的一些思维 全部都是以前的 那一条不变的一条路 一条途径 老师讲到他 并没有特别去讲他的很唐书 只是你会听到 这很意义 很一类的一个团体 很一类的一个时代 不会 他等于回到老师讲的 第一堂课 谈什么 很看得到 像海龙班 婴儿班的一样 你干什么 我都问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每天都问我儿子要去干嘛 这是什么 我太太就很疯了 小孩都不想理你 因为你太多说 每天都问 已经讲过了 还在问 上一秒钟问他去干嘛 现在就在问他干嘛 其实我在问这是什么 你每个状态很奇怪 想问问你 你只不过没有说 冤过去只能眼前 把你也不当 对吧 都讲下去了 都是如梦如梵 所以达达的这个历史情态里面 全部感官知识的都起动 包含第一线的快感 耗质感 到最逆层的一个情意识 都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来去起动 所以达达这样的一个彻底的 彻底的东西 他反一切的所谓绝对忠理 自我 反一切继承的形式 哎呀这个人类世界 所有的资产 在荣德来讲 所有的人类的财物 继承的形式 都是继续的 存在着一谈你没有发现 你身上很多财 你没有发现 达达不这么行 彻底把它颠覆掉 完全是不存在 完全是 一切的 一切一切的 是莫名其妙的 这种 梦画意 意 意就是那种 自动性 发出来的声音 你混乱的语言 怪诞的 混乱的语言 是越耳之一 混乱的语言 语言是越耳之一 艺术坛语言 还越耳之一 怪诞 完全没听过那种怪诞 瞧桌子的声音 呼吸的声 老婆车在车贴尾上走的声音 放屁的声音 骂人的声音 树倒下压下来的声音 车撞的声音 防止倒掉的声音 压起一群人的声音 全部是怪诞的声音 包含你的识东西 不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 全部是怪诞的声音 注意一下 这个思维是什么 这是什么 在问题上 只不过啊 这一句话 这是什么 太稍强 打打很距离的 直接直入在生活里面 办一切的形式 好 再过来 我们进入了一个 五分 好 再过来 我们下课 好不好 好 休息一下 好 有没有问题 等到这里 哪里不懂 你看到 我们刚刚看杜向做的那个物体艺术 物体现成了 以及做法的东西 艺术家为什么 在那边画三个月来表现他精湛的技巧 这里面再来谈思想跟情感 为什么另外一个艺术家签个名 他拿出来放着 桌子有啊 观念艺术啊 他叫三张椅子 第一张椅子是真的椅子 第二张椅子是一本字典翻过来 上面全部来解释什么叫椅子的一个英文的字典 那一篇 谈椅子 另外一个是一张摄影照片 黑白照片 拍的同样一张椅子 他叫做三张椅子 里面明明明是一张影子 谈三张一次 这是观念艺术 怎么来了 做传证 拉风的思维啊 徹底的把所有繼承的東西瓦解 全部把它瓦解 意思說 為什麼藝術家簽個名就是做 還在譏諷著你 花三個月半年只畫一幅畫 穿過一個雕索 你在那邊磨技巧 做出來 他只要說 你做出來就在你身上簽個名 就是我做了什麼 這裡面有什麼差異 再放那些女優惠空下 用蠻多這種補充 這個就是打卡 在國外 尤其在紐約或巴黎 有一些畫廊或聚會的一些藝術家 就這種東西 你給他有條不問的那種 按照過去的行事實現 我沒有用 他在手裡面看過 我記得我在法國的藝術圈 叫PBE的手頭 這個同學 瘋掉 學生瘋掉 沒過 因為我們所有的老師都不能參加 學生的 畢業 研究的這個評論的 全部是外面國家文化部請來的一些藝品家跟藝術創作者 都是有名的 大概十幾個主持的一個評審委員會 學校只帶一個老師 校長都不能在旁邊 只能被一個老師陪著他們去評論我看這些同學的 提了畢業的研究 那個同學啊 我記得他充滿了理想 他跟我是同一起 他畢業了之後 他想要在巴以訓練博士 另外一個領域的博士 要做教學的工作 他怎麼崩潰 他那天把他所有的入放移基 巴以末 砸了 砸了 把他嚇壞了 找救護車 學校找救護車 把他送到醫院去 我們全部三十幾人提畢業 只有六個人過 只有六個人 我還拿大部分是什麼 法國文化部的 最佳技巧表現的獎 最佳的創作表現獎 只有六個人過 非常嚴厲 你的東西只要有類似他們曾經在藝術史 美術史後 國際上的一些作品 提出來有類似的東西 全部被拿掉 他全部把你講的 批的一無四處 非常搭搭的 每一個人嘴巴就好像被嚇毒一樣 真的是不肯吃 那繃得很緊 那我一個外國學生 校長是在門口 不敢進來 說了那個 你看我東西在門口 進來就被我嚇壞了 我說我的作品一定要讓你進來 很難過的出去 很難過 很痛苦的出去 把自己撕裂 當然他們有一個人去撕裂之心 可是我覺得他們 感受到我要做的東西 導致的東西就是要讓你死去的感覺 我的作品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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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我的作品還會活 會呼吸 熱的時候會沒有 冷的時候啊 解凍 乾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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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幾乎就忍住 活著成績的作品 每個都做得好 所以我很成功的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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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表達出來 沒有人做過這樣的東西 這不容易 他打的東西,你重視成一套 做了他的作品,絕對不是國際聲音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他的作品,從來沒有過 好,再來 我們就趕快介紹一下一些不同的詩情作品 因為整個檔案也是200多元的情報 這是瑞瑞士達達 我們請那個第三檔案 趕快做的整個發展的情況 大家都看到剛剛那個很吵的那個影片 其實剛剛為什麼要放那段影片 剛剛那段影片就是一個達達精神的一個 非常...非常完美的一個詮釋 其實達達就是這樣非常無理頭 然後他是非常反藝術然後反美學的一個運動 其實他並不是一種風格 他是可以說是一種世界觀法 所以他在當時影響了不只是美術上的 包含器具、音樂、文學以及其他你所有可以想像的到 都在這一股思潮下進行 那為什麼當時候會引發這樣的運動 其實是因為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 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呢 在整個歐洲盛行的一個哲學的思想 就是一種虛無主義 那這種虛無主義呢 他的定義就是認為說 也就是說在人類歷經戰爭之後呢 他們認為說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戰爭帶來了很多破壞 然後死亡、然後生離死別 那於是乎他們認為上帝已經死了 他們認為說 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上帝 那為什麼上帝要讓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呢? 所以這個虛無主義呢 他就認為說上帝已經死了 那整個世界都是一種很虛無的狀態 那他們認為不管是對生命 然後對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他們都覺得是非常沒有意義 然後是非常絕望的 於是達伯就在這樣子的一個思潮跟背景下產生了 所以他們才會產生了這種就是反藝術 然後反美學這樣的活動 那接下來我就要介紹這個世界各地的達伯 剛剛那張 剛剛這一張是那個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文學家 也就是漁國 大家可能會很難想像 如果有看過漁國作品的人 就是會覺得他怎麼做這種很怪異的這種打扮 其實他當初做這樣的打扮是在那個 前面老師有介紹到 就是在那個福爾泰俱樂部裡面 那他們是在發表那個抽象詩 然後他就 他自己就做了就是非常怪異的打扮 然後去發表他的詩 然後就提起大家的助力 世界各地的這個打扮運動其實是從書裡是開始的 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瑞士是一個中立國 所以有很多就是文學家、思想家、然後畫家 他們都逃到這個瑞士的書裡是 於是呢 他們就在書裡是的這個福爾泰這個俱樂部裡面聚集 然後他們在那邊就是彼此思想交流 然後形成了打打這樣子一個流派 那接下來我就要先從這個 因為之前書裡是前面老師已經講過很多了 我就從柏林的打打開始介紹 也就是德國的打打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韓斯里希特 這一個藝術家 他是比較活躍在這個電影界跟這個藝術界的 那我們直接來看他的作品 他其實受到影像的科技的影響很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作品裡面 主要都是一些結合影像的東西 然後把他呈現在畫面上 那碧卡比亞是在這個活動裡面 比較重要的一個畫家 在這個混搖不清、摸不清 他常常游離在這個地基族裡 以及所謂的 打打超現實裡面 那他的作品裡面 他認為啊 有 他外表的華麗 華麗的那種形式 是他所 所 所厭棄的 那他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的作品裡面 比較屬於類似黃金分割的這種概念 那 蒂卡比亞的東西啊 還有一個叫做過程解剋的部分 就把他攤出來 把他某種過程解剋 攤出來 你看怎麼去運作 他要考驗那種形式 所以剛剛看到的一些作品 機械石 好 我們換一下 好 因為剛剛那個證報是老師的證報 各位同學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說就是還是從 就是蘇黎寺開始講 這樣比較有系統 我剛剛有說到嘛 就是在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這些就是藝術家、作家 他們都逃到中立國瑞士 然後在這個蘇黎寺這個城市 形成這個達達的運動 那在這個蘇黎寺裡面 蘇黎寺的達達為什麼會被稱為指甲修剪室 原因是因為其實在這個時期的達達作品 有很多作品都是用剪刀啊 然後用錘子 然後用 就是你可以在指甲修剪室裡面找到一些工具 然後去採剪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把它拼貼出來 所以說這個蘇黎寺的達達就被這個 蘇黎寺家又稱為就是 感覺他好像是一個指甲修剪室 那他們是非常不合邏輯 也就是說他們非常重視偶然性 那什麼叫做偶然性呢? 在這個美學家阿恩海姆 他有定義到說 其實所謂的偶然就是指 就是說並不是由直接原因所造成的東西 就稱為偶然 那這個偶然這件事情呢 對達達藝術家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們非常喜歡採用拼貼的一些 就是奇奇怪怪的方式 那其實很多時候呢 你可能看到這個作品 但它其實是偶然之間就是形成的 例如說他們可能就是拿一篇報紙的文章 然後就用剪刀剪一剪 然後剪一剪不就變成很多單字 然後跟那個形容詞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隨便剪一剪 然後再把它拼一拼 然後就變成一首很抽象 或是很沒有意義的一首詩 然後你看到這首詩的時候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然後也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但是這就是他們所要表達的 請教你請教一點 因為你看過一個人跟音樂嗎? 那這個像這個人跟馬 希臘有一個神話的能力 這個人的意義上有沒有一樣 比如說他在表現人跟語拼貼的想法之後 有沒有受到人跟馬長在一塊的那樣子的 你知道嗎? 這個不一樣 人跟馬、人跟魚 比如說女人的半身上半身跟魚下半身結合在一起 男人的頭上半身跟下面的馬的四尺結合在一起 對不對? 這不一樣 這跟達達的那種剪貼併貼不一樣 像阿爾伯我們知道他做得很像有機電型一樣 有沒有? 他剪了各種不同的紙張 往底下一散 剪起來的時候 就是他 他的偶然的偶然字裡面 偶然啊 要去製造 像你故意像我們這樣連續去裡面 故意給我手帕啊 在你前面然後你撿來給我啊 然後我們兩個人結言啊 那個不是偶然喔 那是有目的的偶然 不一樣 這個偶然是完全啊 沒想都沒想過 回頭一看的時候才看到什麼 不是故意的 你剛剛講的那種叫和神不一樣 他是有目的的 把男人跟馬結合在一起的一個人頭馬身 這個是有目的的 他這個完全沒有目的 他拿起來的時候 他說他這個是馬 你也要想起哪隻馬 好 原來看到馬 就是他不是馬 你根本找到馬 懂嗎? 所以不一樣 他是一個意外 所謂意外是完全啦 剛剛講到拿錘子拿鐵子拿刀子 這是破壞 把繼承的東西其實破壞 包括你剛剛講的那個馬身跟人結合在一起 他也會搞不好 他搞不好 馬頭貼在的人就這樣 反過了 是我們中國人跟人頭馬 對不對 像這東西是繼承的 兩個都是活的東西 所以可以折壓在一起 這東西是有目的不一樣 他那個東西啊 是完全沒目的的 組在一起 一個意外 比如說我教你一下 你可能去一個垃圾回收廠好了 不要去我們談類似的回收廠 因為他跟人台有龜舊 要去那個早期那種垃圾廠 也拿一廠 你拿那個挖土機啊 或那個殘土機啊 一挖起來一個 翻過來 那個就是作品 那個就是一群人類一個時代的 一層的作品 就在上面 這個叫做意外果然 是吧 懂嗎 這不是找牛頭 找拿尾 結合在一起的 只是一個意外果然 所以這個意外果然 這個部分啊 很重要 他是先破壞 把他全部 既有的十字啊 支撿掉 拆解 這個拆解啊 不是 有條無問的拆解 這個狼頭拿起來就砸下去 所以啊 有一個藝術教他把鋼琴整個 威斯把藝術把鋼琴整個砸下去 就把它貼在牆壁上 跟把一個椅子拆下去 像盒子一樣把它拆開來 然後拼上去 這兩個做法不透 完全不同 你懂的意思嗎 像拆紙盒子一樣 把它貼在牆壁上 跟砸鋼琴那麼樣的砸法不同 兩個的意外不同 一個是尋目的去找意外 一個是沒目的去製造 直接的 連那個垂下去要垂哪裡的是 是一個 像那布向的大玻璃啊 不小心翻譯砸到了 他怎麼做什麼複製都做不來 因為那個意外不可以複製 果然不可以複製 所以啦 他們作品更加的完美 是因為呢 翻譯過門 不小心把他砸破 今天美術館有一件作品被砸掉了 那個藝術家瓦瓦叫 上次的金美人間元器演的藝術家 被那四名的太太賢妻 去給他搞爛 酷的瓦瓦叫 我太想說 哎呀 難道他哭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嗎 其實我要講的是 他不應該哭 他反而要歡迎大家來砸 砸完了就是他作品的過程 我弄了他砸平主器 弄了他好像說應該都很沒了 看一下吧 好 來 謝謝 希望能夠高 謝謝老師 我們剛剛講到蘇離市的達達 其實在蘇離市的活動 後來這個重心就慢慢轉移到紐約 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民主的國家 所以有一些人他們也集中到這個美國 就是來避開這個戰爭 那在這個紐約的達達呢 主要有三個比較有名的這個藝術家 就是這個紐約達達的中心人物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碧卡比亞 然後錄像還有曼北 我們之後會介紹 那這裡提到說 這個阿瑟克拉凡的自我犧牲 這一個藝術家呢 他認為說藝術其實是多餘的已經死掉了 他認為說他是一種社會腐朽的表現 那為什麼說是他的自我犧牲呢 他是一個非常怪異的人喔 他在巴黎的時候呢 就常做一些有的沒有的怪事 然後因此他常常就是 他在不管在任何公開場合 或者是在發表任何的演說 或是他的作品的時候呢 他可以非常大膽地去陳述他自己的想法 他不管說這個是不是會干預到政治啊 或者是會冒犯更何的人 然後他就是這樣一個怪人 所以他在巴黎的時候其實就已經非常有名了 那後來到這個紐約的時候呢 這個紐約的達達呢 也因為這個度相的關係 跟這幾個火藥在這裡面的人物呢 就可以說是大放異彩 那我們講到度相的這個 就是他所謂現成物跟他的偶然性 就好像剛剛老師講的 我們在這盤課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看那個大玻璃那個作品 還有印象嗎? 就是那時候影片當中不是 老師有說後面有一項玻璃 然後有看到後面的花園 有齁 對 這個其實呢 度相他就是把從他的那個小便斗 也就是噴泉這個作品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整個藝術的場域呢 從這個平面的繪畫提升到整個物體藝術喔 也就是說他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一條路子 因為他認為說其實他剛開始也是受到這個立體態啊 然後散上他們的影響 那他一直在思考這個藝術的出入 那他認為說為什麼從19世紀以來 這個繪畫都一直只能夠表現在這個視覺平面上 也就是說好像我沒看到的畫畫 就只有肖像畫、風景畫、人物畫 然後其實都跳過不開這個範圍 那他認為藝術應該要有其他的東西出現 而且他認為說藝術應該要能夠跟現實生活結合 所以他就拿出了一個導致的小變動 然後在上面簽名 然後認為說這就是他的藝術品 於是他就把整個這個藝術的場域提升到一個 就是物體藝術的場域喔 那為什麼這裡會提到2×2等於5? 因為他認為2×2並不一定等於4啊 也就是說明了他用物體藝術來呈現這個藝術的概念 他認為說這個藝術呢 並不一定只是呈現在這個平面上面 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呈現 包括他剛剛創作的那個大玻璃 這個大玻璃其實他上面一些玻璃裂痕 是在某一次搬運的途中就是出現的 那當時錄像他看到這個裂痕的時候 他非常的驚喜 他認為這就是他所追求的偶然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玻璃上的裂痕呢 裂得非常平均 就是他故意去敲也沒有辦法做出來的東西 那他認為這個偶然製造出來這種效果呢 就是他想要表現了這個藝術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這邊補充 偶然反偶然藝術反藝術什麼意思 既然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偶然 把這大玻璃給撞一個角然後破掉 然後再來去製造很多的複製的作品 這個都那個小盒子是因為當紀念品不一樣 比如說一個藝術家 他用這種辦法做了一個作品 拿了一個男生尿尿的起飛器來做作品 然後另外一個藝術家 也去拿了新的這個作品叫馬桶 因為必須跟那個尿尿不一樣 這個就是反藝術 你做出來的東西變成了藝術的頂辦好 一個形式出現 然後你又繼續有人歡迎你所以繼續做 這個對打打來講是不應該的 一件作品就是最後 一件作品不可能連續另外一個偶然的機會去做 懂嗎 所以他偶然反偶然是來提出 那個偶然裡面要重新思考再出發 做成的藝術也不是被思想上迎合 也不是一位的裝飾 也不是要表現思想跟觀點或情感 既然做出來了 下一個作品就絕對去反他了 這個是一個藝術家在或一個成為人的一個異鄉性裡面 因為試圖去突破跟超越之前的可能的一個偶像法 轉換成藝術創作的時候 藝術家要自律自己去要求 一個作品做完就是一個全阿倫 鍍香巴不得他大玻璃每一次都被摔一次 最後回來是完全無神漫天 慢慢被消失了 他巴不得是怎樣 他不是只是搬來搬去搬到台北還是什麼站 你懂嗎 二乘二等於五 你會說 對啊 二乘二不應該等於四等於五 好 等於五就是藝術 二乘二等於藝術 新的一個語言 新的一個 一個破壞 對 原來的野術 好 二乘二總會等於五 貴重不等於六乘八 好 另外一個叫反義術 來反二乘的朋友 懂嗎 欸 這個是自己要要求的 不是 所以他每一句話 每個東西都帶出很大的 挑戰你的可能 充滿了毛孔的祝福在裡面 這就是偶然 膽偶然 藝術 反義術 反則是來反全面的偶然 或是把它變成一個某實形態 一個形式的一個規制來依行它 是不是 聽懂嗎 所以他們 藝術家每一次在做作品 每一次在顛覆自己的作品 再重新再跨越它 再提問 這個是一個語言上很特別的一個意識性感的實用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度相它就是把視覺性的繪畫提升到一個 有語言思緒跟就是一種視覺的感動交互作用的一個場域喔 那我們直接來看它的作品 這個是度相 剛剛那一張是度相就是右邊這一個男人 那這張作品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個度相當初它是就是在一家那個錶畫店 然後買了一張達文希爾蒙娜麗莎的複製畫 於是它就在上面就是畫上 大家應該看到就是畫上兩匹的鬍子 然後它還有在那個最下面對畫面切掉 就是寫上LHOOQ這幾個字 那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這幾個字其實它的意思是 它有的熱屁股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就是很莫名其妙 其實度相它就是 它就是故意透過這個作品 它並沒有要取笑達文希的意思 它也沒有說要秒釋這個藝術品的意思 它只是認為說 就是透過它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這個東西的意義就已經跟之前又不一樣了 那它就是發揮這種打拔非常這種反美學 然後非常戲劇的精神 然後發揮它的幽默跟反諷 然後下去做這樣的作品 那當初這個作品就是展出的時候 那獲得很多正反兩面的意見 那很多人就認為說 這根本就是在描述達文希 或是認為說 就是在糟蹋這種文藝復興時期的 一種很偉大的藝術 所以它其實當時就 也因為這樣子正反兩面的討論 然後就一時聲明發照 就好像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負面的新聞 雖然是負面的 可是在這個負面新聞結束之後呢 通常裡面的這個女主角就成名了 那渡象也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搞怪的人 其實他常說他並不想要就是成為一個名人什麼的 但是他卻常常就是成為這個整個就是社會上討論的焦點 那當初這幅畫以及當然小便斗展示了之後呢 渡象就成為大家討論的對象 那就有人取笑他說 因為渡象他非常強調選擇嘛 就是說你選擇什麼樣的現成物 然後你去把它做一個變造還是 或者沒有變造你只是在上面簽名 這也可以成為你的作品 那就有人認為說既然他這麼重視選擇這個問題的話 那這樣子他的作品是不是就跟國王的心意一樣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沒有意義的藝術 然後他其實是就好像國王的心意啊 國王的心意那個故事裡面不是說有智慧的人才看得到 那其實國王他身上並沒有穿任何的衣服 那其實易平在用這樣的比喻 就是在形容就是渡象所做的這些行為 這個是他當時候做的《下樓梯的羅女》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其實是受到那個畢卡索立體派的影響 但是他做這樣的作品就是在向這個立體派的作品 就是提出一個反諷 然後這個腳踏車呢 是他剛出有一次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他就把他自己的腳踏車的那個前輪拆下來 然後裝在椅子上 那他認為說這就是他的藝術作品 他就是這樣一個擁有很多奇妙想法的藝術家 然後他做了一系列很多就是這方面的作品 還有一張是 有第三可能聽不懂看不懂我們做的 有一張是我們常常在腳踏車鎖在那個 平駁腳踏車的地方 我們常常看到的是一顆輪子 黏在那裡然後車身不見 或是黏著車子然後輪子不見 有那個作品 攝影我把他留下來 其實那就是作品 那是很多人參與的作品 又是小偷 又是自己起車的人 加在一起的那個作品 好 這個下樓梯的樓梨啊 剛剛講的是對立體派的一個批判 因為立體派做出來的東西啊 是不會動的 是把它解剖 各種多視覺的一個移動 來把它類似科學的方法解剖 放在解剖台 把青蛙給解剖 所有面上搬出來 批給它掀開了 那個立體主義 可是對於度相來講 它這個東西啊 不一樣 它會動 它會移動 它會一直移動 它移動裡面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的部分 所以它有一個在批判的 當時立體主義的部分 大家剛看電影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整個度相的 整個生平的一個片段 那就像老師講的 他其實非常喜歡就是下棋啊 然後曾經有他的朋友說 當時就沒有世界 就是國際的什麼西洋棋比賽 如果有的話 他應該是全世界排名20年以內吧 那剛剛有看到他在1927年的時候 他不是跟一個 一個有 就是很有錢的一個女生結婚嗎? 其實他跟那個女生 這段婚姻其實也沒有維持很久 然後 但是其中有一段意思就是還滿有趣的 就是 就是這個錄像 他每天都沈溺在那個下棋的這件事情裡面 然後在研究那個棋局 然後就不理這個他老婆這樣子 那有一次這個女生他就非常的生氣 他就趁他就是在休息的時候 然後就把他那個西洋棋的棋子呢 用那個膠水然後全部就把他黏在那個 就是那個下棋的那一個盤子上 然後後來他們就可能也是因為這件事 還有其他的事情後來他們就決裂了 所以這段戀情就這樣無疾而終 那他後來到最後就是跟後面介紹的那個女生呢 其實是有比較多的情感的這種寄託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藝術家叫做曼雷 曼雷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他的作品 他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是紐約達達的這三個主要的人物之一 那他非常擅長的不只是在繪畫 還有在攝影的部分 大家先來看一下一段他的影片 他現在看到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沙巴的作品 這個都是曼雷的作品 他是攝影時間 先電影方面的製作 對影像方面的 他的作品裡面 變得很深刻 那他的作品 像老師剛剛講的那個禮物這一件作品 他就故意在那個熨斗上 就放了很多釘子 其實他的作用就是要顛覆就是 傳統這個熨斗這個東西呢 給人家的就是這個意義 他是故意顛覆這個熨斗一一 所以他就在上面釘了好幾個釘子 然後把他取名叫做禮物 那剛剛大家看到的這個 上面有一顆眼睛的解開器呢 他這一件作品的名稱叫做永恆的主體 那其實曼雷他非常重視說 你透過你的眼睛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不管是透過攝影機還是透過你自己的眼睛 所以他其實在作品裡面一直在看好這樣的問題 那這是他的平面繪畫 也是非常怪異的一種作品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後期的作品 比較專注是在這個攝影上面 然後他做了一系列就是攝影 然後跟一些科技結合的一種變化 然後這個是他剛剛看到他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把一個女生的淚珠跟眼睛做一個特寫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德國的達達喔 這個德國的達達為什麼會被伊凜嘉稱為火山頂上的舞蹈? 因為德德達達他主要的他主要的議題是環到在政治活動上 也就是說他們把這個藝術當成一個政治的工具 他們的很多藝術活動都是結合當時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議題 然後下去做發揮的 那他們雖然也是根據這個達達的這樣子一個反美學的精神 但是他們在形式上他們其實沒有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蘇黎世跟這個紐約的達達那樣的那樣的無厘頭 那樣的反藝術就是他們沒有做到那麼誇張這樣子 那他們主要是就是用一些照片貼貼的方式 然後還有他們把當時在蘇黎世達達的這樣子一個活動呢? 把它變成一個視覺聲音師 什麼叫做視覺聲音師? 我有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很奇怪的圖案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圖案嗎?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是一條魚 其實他們就是所謂的視覺聲音師就是他們用一些聲韻的符號 我現在用的是伯克蒙佛 就是我們國語的聲韻的符號 那他們就是用一些法文 或是他們自己國家語言的一些聲韻符號 那他們就隨便採可能 例如說這首詩的名字叫魚 那它就排成一條魚的形狀 然後裡面都是重複的聲韻的那個動詞或是那個字詞 就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他們認為說這樣子也可以呈現出一首詩它的視覺的表現 就是也是一個非常革命性的一種活動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到這個浩斯曼 就是在這個柏林達達裡面一個比較重要的藝術家 那他其實也是追求這個攝影跟一些就是物體藝術 那他當然也是最關注的當然還是這個政治的問題 以及整個藝術呈現的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韓詩里希特呢 也是柏林達達一個就是比較主要的畫家跟這個電影 電影的那個這個我們剛剛好像有看過 所以就先放過好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有柏林達達為什麼沒有包號斯達達 這是不同時期的 而且他們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我的意思說 達達既然是你在德國的 那包號斯 不過為什麼沒有達達的意思到包號斯 那又是另外一個區塊的東西啊 他們是 在設計學院這一塊沒有達達 有受到影響但是 設計學院這個地方啊 不一樣的路 這一條路是 更把公益藝術啊 直接啊 置入在生活的 實現裡面 所以啊 包號斯的工作坊的概念 直接的基地是在一般的社會 所以他等於類似所謂的廠學合作的概念 直接把設計的創意啊 建構成作品 但是不用達達 達達的東西是不一樣 達達的東西是一個思想 他是沒作品的 你現在看到這些作品 不可能再有這個 另外一波是在我們達達的東西 他是一個 他也不是作品成的 他是版的藝術 你呈現出來的作品 把他度像那個 噴泉那個小電器的那個 Ready-made 現成的那個物品 那個物品 對他來講 他是呈現的是版的藝術 所以並不是藝術 你要懂 達達是不留痕跡的 不呈現的物品 沒有作品 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 當時他們佛藥的時候 提出來的各種的 主張的東西 所以他們這些東西 在整個人類思維來講 他並不是呈現作品 他呈現作品就是創作的嘛 對不對 他也呈現藝術也創作的嘛 他是非藝術 非藝術 既然無意義 他是無意義 他是另外 他是討論思想的物品 所以很重要很奇怪的一個東西 今天講說討論思想的物品 後面那個人 就曾經我講過 有一個 某一個現代性藝術家 也有點知名 他曾經就在私立美術館 那個杜向的作品 達達主義來私立美術館展覽的時候 他發給了記者會 他號召記者 早來很多人有些告訴媒體 他在開幕那一天的早上 要在私立美術館的大廳的那個 正中央要大便 脫褲子大便 老實告訴你 穿這個東西 一點都不是奈何協會 他本來就不是奈何協會 你去美術館大便 你到底你們家床上大便 不關我事 你到淡水 大便也不關我的事 你到美術館大便 你幹什麼 我就告訴你 不是奈何協會 就是不是奈何協會 他以為他這樣做 也是呈現民術作品 等於在呼應著答答的一個名 老實告訴你這些東西很特別 你今天聽了 上了這門 我相信 我給你的不是指視覺 聽覺上聽到的東西 而是你這個心靈上可以啟動 所有現場世界的一切的學術 都不是我們生存的世界 手上拿的 聽到的人都是不是 都是一個問號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非常徹底的虛無主義的代理 我們這個時代只有三句話 一個叫什麼 一個是所謂的荒謬虛無的無異 這三句話 假如一直圍繞在你的毛巾 老實告訴你 你只有一條路種 自殺權 死去 邊怎麼來的 不用念 邊什麼 視覺醫生 不用念 吃什麼飯 放屁 要死還吃 不騙 就是這三個東西 人類啊 已經把自己啊 回歸到最最卑微的什麼 連那螞蟻的物 路上踩到的螞蟻 連那螞蟻 還會被偶然踩到 你連人家想弄死你都懶得弄死 你連自己弄死自己的利器都沒有 你就像一個殘廢 本來很正常 很嚴肅的 所謂的正常的一個人性 可是突然間啊 連爬都爬不動 想從窗戶跳樓的能力都沒有 吃進去的東西大不出來 你吃東西要拿的東西 力氣都沒有 放到嘴裡已經 味覺也沒有 這是怎樣的世界 你能感受嗎 想一下 也不過如此 我們所所持 真的是如此 不要跟人家吵架 沒有用 高徒先把自己殺死 荒謬 無意虛 這個是整個精神的 這句話別人敢講 神要指責你會不會講這些話 而神和你會不會講這些話 所以你注意這個神性裡面 他們已經是整個啊 注目在我們DNA上 本有的東西 只是我們啊 不願提及的 很龐龜的一個東西 開不了口 行為不了 躲起來的作物 全部把它辦出來 那我們剛剛講到德國達達 那為什麼在德國達達裡面又分出來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是玻璃嘛 那我們又分出來漢威跟後來的柯隆 因為在這個漢威跟這個柯隆 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這個藝術家 那我們首先要介紹的是漢威的達達 那其實漢威的達達也可以說是這個 史維特斯自己一個人的美兒茲藝術 為什麼叫美兒茲藝術呢? 其實史維特斯這個人呢 嗯 也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人 那他自己就是在這個漢威這個地方呢 他自己創造自己的藝術風格 那他把它取名稱叫做美兒茲藝術 不是美乃茲喔 是美兒茲 然後他這個美兒茲這個名稱 其實是他就是從那個商業銀行的DM上面 都隨便剪下來的 然後他就自己就是發表了一個宣言 他就說什麼XX年 然後我什麼創立的美兒茲藝術 然後美兒茲藝術呢 唯一的藝術家就是我自己這樣 就是一個非常無厘頭的一個人 那他還蠻有趣的 他有一次呢 有一次他想要去找一個很有名人 假設是吳宗憲好了 然後他就到那個吳宗憲他們家門口去敲門 然後 那吳宗憲就出來開門嘛 然後他敲門之後這個史維特斯 他就很高興他又跟他說 吳宗憲你好我是史維特斯 結果這個 這個人因為很討厭他 然後他就跟他說 我不是吳宗憲 然後就把門關起來了 然後這個史維特斯呢 他就覺得 他又覺得很受挫啊 可是他也很妙 他就再敲了一次門 然後這個人又開門 然後他就跟他說 我不是史維特斯 他就是這樣子一個很奇妙的人 然後他做了這樣很奇妙的美兒茲藝術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他的作品 那他其實啊他經常就是 他可以說是還蠻愛錢的吧 他就是經常把他自己拼貼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作品 他最擅長的就是把一些有的沒有的 拼貼在一起 包含韓國籍啊 然後魚毛、郵票、信封 就是他在路上可以撿到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他都把就是拼貼在一起 那就是他出門的時候呢 他就在前面掛一塊那個 就是有點類似錶框那種 然後後面也掛一塊 然後上面裡面錶夾的 都是他自己的拼貼作品 然後他就看到路人呢 然後就會問說你要不要買 然後一張多少錢 然後他就從裡面抽出來 然後就是他前面背了一個 然後後面也背一個 然後他就是隨時在剪 就是看地上有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可以拼貼 然後就是又賣給路人這樣子 然後甚至有一次他就是跟打打幾個 幾個重要的藝術家 然後他們有一次就是 他們有一次就是突然臨時有一個活動 然後他們到了一個很偏僻的城市 那當他們一行人就是大概有三、四個人吧 然後到一個很偏僻的城市 那他們到達那個車站的時候發現 天啊 這個就是望遠看出去啊 那邊都是樹林 然後感覺好像也沒有什麼旅館之類的 因為他們是臨時到那邊去的 那於是呢 這一個史維特斯他就跟他同伴說 那你們去附近繞一下看看附近有沒有什麼旅館之類的 然後他就一個人留在就是車站幫大家步行李 那後來呢 他的這個同伴出去找旅館當然是沒有找到啊 因為那邊就非常的偏僻 但是當他們就是回到車站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一種非常奇異的景象 就是可以詮釋他這一個人 就看到就是滿地然後亂七八糟的東西 就是他把一些有的沒有東西都搬出來 然後他又開始做他的拼貼 然後他的同伴就非常的驚訝 就問他說你在幹嘛 然後他就說喔沒有 因為我剛剛有想到某一服拼貼花下面 好像有缺一塊藍色的糖果紙 然後於是他就在那邊又開始就是拼貼起來 他就是這樣子一個人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這個柯隆的達達 柯隆也是 你說一下他做的作品很有意思就是說 他的後代子女有很多的財富 都是他買房子的 為什麼 因為他做的叫做美額之人的柱子 他在教理客廳做柱子 然後弄了很多穴 洞穴的穴 兒子的穴 女兒的穴 太太的穴 朋友的穴 很多的洞穴 大大小小的洞穴 然後都把他們身上留下來的東西 或意外 撿到了一個毛 一個殼子都把它放在穴裡面 或是刻意的去把他身上找一個東西 撿下來 頭髮一戳就放那個穴 然後寫上誰的穴 他弄完了一層樓 二樓本來住人家住 他又把人家趕走 因為柱子繼續長 就一直一樓長到二樓 二樓長到三樓 到底的時候 就到別的地方又買房子 又弄那個柱子 到處去弄那個穴 那個洞穴 就會類似那種意外性 偶然去拼貼 所以不合梅材的使用跟偶然啊 哪個偶然他每個穴都不一樣 那個洞穴都喜歡 洞洞裡面放很多東西 很有意思的一個人 所以梅兒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所以他梅兒之一、梅兒之二、梅兒之三 所以他後來留下很多房子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 裡面這個會住著有好多穴 一直到他的頂樓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柯隆 柯隆也是達達一個 對不起 是德國一個非常重要的 達達運動城市 為什麼會很重要 因為在這裡出現了一個 很重要的達達藝術家 也就是馬克斯恩斯特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在超現實主義的時候有介紹過他 那這個馬克斯恩斯特 為什麼會有這麼重要的地位呢? 因為有很多藝品家認為說 他為達達開啟了一道很神秘的門 也就是說這個馬克斯愛恩斯特呢 他其實後期的作品已經轉到這個超現實主義了 然後他把他的作品裡面就是加入一些超現實主義 那種潛意識跟一些很神秘的元素 所以這對達達人來講就是開啟了一扇非常神秘的門 那他跟剛剛我們介紹的那個史惟特是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是一個比較有知識性跟文學性的人 所以從他的作品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剛剛上面那一張就是在去年旁比度展的時候來展出 同學如果有去看的話應該可以就是對這一張有印象 這張圖呢他其實是有是還有性暗示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女生的腳上有一隻 就是有一個類似蛇的生物的一種形狀 然後其實這是蛇就是一種欲望的呈現 然後還有女體 那這個馬克斯恩斯特他發明了一種很重要的方法 叫做拓印 當初他為什麼會發明這個方法呢? 大家不知道不知道什麼叫拓印 我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說他有一次看到那個地板上的木紋 他就覺得這個木紋很漂亮 可是他很想要把它拓印下來 所以他就拿了一張紙 就是這個地板他拿了一張紙 他要把這個紙呢貼在那個木板上面 然後他就用鉛筆就是 他用鉛筆把這張紙塗滿 然後當你把這張紙塗滿的時候 你這張紙上就會出現那個木紋的那個圖樣 大家小時候幼稚園的時候應該都玩過這種 就是這種遊戲吧? 可能不是放在木紋上 可能是放在其他的材質上 那因為這個他就發明了拓印 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技法 所以他在這個所謂科隆的答答呢 就是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其實已經走向一個超現實的路子了 就是一些比較怪淡的 一些奇奇怪怪的野怪獸之類的 然後一些很像夢境啊 然後一些很荒謬的一些場景 那接著要介紹的這個是歐本漢 這個是歐本漢比較助理的代表作 就是他把這個杯子包上那個皮毛 那他比較重要的作品就是說 他把一些現成物然後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變裝 例如說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就是把杯子包上皮毛 或是他在剛剛那一張 在把這個人的臉上 然後畫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符號 他就是用這種奇奇怪怪的這種變造現成物的方式 呈現他的作品然後來達到一種反諷的作用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這個巴黎的達達 就是這個達達從蘇里市 然後從這個德國 從紐約德國然後整個一路發展下來 其實巴黎這一些達達的藝術家 一直都跟蘇里市跟這一些其他地方的 達達的藝術家都有聯繫 那一直到這個巴黎達達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慢慢走向這個超現實藝術了 所以他們又被稱為是赤達達 那在這個活動裡面比較著名的藝術家有阿爾普 阿爾普之前在那個巨像跟抽象的作品裡面有介紹過他 不知道大家跟他的作品有沒有印象 其實他的藝術語言非常容易辯認 就是他不管是雕塑啊裡面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樣子一種形狀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的作品的這種形狀有一種特殊的元素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出來 你們覺得看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冷喔 同學可以發表一下 就是他認為說啊 這個回到他的雕塑作品好了 他認為說藝術應該要呈現一種視覺流動性 也就是不管你是在看他的平面作品 然後看他的雕塑作品 他做出了這種不規則的形狀呢 就是要讓你就是從不同方向去看這個作品的時候呢 他會呈現一種類似流動的感覺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樣子不規則 如果他是一個雕塑作品的時候 你可能從這個角度去看他 他也是不規則 他的形狀是有起伏的 然後是有一種類似水波舞那樣子流動的感覺 那他的作品呢 不管是平面還是雕塑 他就是要呈現這種不規則的這樣的感覺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蒂卡比亞 蒂卡比亞就是也是 他其實是他是出生在這個巴黎 但是他主要的活動是火藥在西班牙 那他剛開始是從印象派開始 然後後來又受到碧塔索啊 然後立體派的影響 那到最後呢 他還是走到達巴的路子 因為他認為說這個達巴的精神呢 很符合他要追求的藝術作風 那他的作品其實一直遊移在具象跟抽象之間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有時候是很具象的 然後有時候是很抽象的 還有一些比較像剛剛上一張那樣 比較機械的構圖 然後這個是就是用一些文字 就抽到那個抽象師的影響 然後用一些文字啊 然後簽字然後去創作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到就是 為什麼達巴走到後來會變成這個超現實的活動 其實一直到1921年的時候呢 巴黎的這個大學生就把一個象徵達巴的職人 就是扔到那個賽上河裡面去淹指他 因為他們認為說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真的是非常沒有意義 那他們認為這個達巴的藝術家呢 都是在做一些沒有用然後沒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呢 他們就在這個整個這個 嗯 就是在這樣子一個大眾的聲浪之下落幕了 然後也是說走到最後呢 這些達巴的藝術家他們也認為說 他們也認為說其實還蠻發善可成的 所以在這個1924年之後就已經沒有達巴了 只是說這一些達巴的藝術家他們還是持續在創作 那在他們創作的這個作品當中呢 其實還是有出現達達的影子 但是達達這個運動已經結束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達達他對後面的畫派有很多的影響 例如說印編藝術 同學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印編藝術就是一張很像色紙的畫 然後上面可能一個半圓形 然後可能半圓形是紅色 然後那個很像色紙的那個方塊的是藍色 就是說整個達達運動呢 他其實影響到後面的超現實啊 然後未來主義然後印編藝術 包括普普 然後還有以及後面其他的流派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到的是後達達的一些藝術家 就是這個達達到這個1924年的時候雖然結束了 但是因為這個達達的風格還是有影響到後面的一些流派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瓊師跟等一下要介紹的羅生伯格呢? 其實他們常常被歸類成普普的藝術家 那也有了把他們歸類在達達 但是其實他們出生跟創作的年代是很跨在這兩個時期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難以區分的 但是大家如果對普普那一堂課有印象的話 應該可以看就是對他們作品會有印象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羅生伯格的那個影片 這個星達達 剛剛那個一三角後達達 他是Nail Nail是法文 是C Nail 所以星達達 後達達 他在說羅生伯格呢 他做了一個很有名的作品 叫做 胡上伏林 德伏林呢是抽象伏林的一個畫像 那我們現在看到羅生伯格呢 也就是說 他做這幅作品 他其實是把這個德伏林的作品呢 用橡皮擦然後全部擦掉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到最後這個作品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看起來齁 就是看起來好像 像空白就是又不像空白 然後上面還有只有夏德伏林 他有本畫畫的一些痕跡 他就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喔 他當初做這個作品的時候呢 他還就是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的兩個男生 第二個男生就是那個藝術家德庫林 他其實還就是親自去找他 因為他要把他的畫就是塗抹掉 所以他必須要就是得到原作的這個同意 然後剛剛大家如果仔細聽的話 他應該可以聽到樂德庫林就覺得 非常不可思議喔 怎麼會有一個奇怪的藝術家來找我 然後說要把我的畫塗掉 然後就是改變他的意義 然後讓他變成他自己的藝術作品 那最神奇的是呢 後來這個德庫林竟然也答應他 所以這個作品呢 就出現就是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樣子 一個就是一個衣服被塗抹掉 但是還留下原作的部分痕跡的衣服作品 就叫做《圖插德庫林》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羅森伯格呢 他的作品也是用一些食物拼貼跟拓印啊 這一些方法 然後他認為說 他認為說他不想要像寫實畫派那樣子 就是去畫一個現實的東西 他認為說與其把它畫出來 例如說你要用一隻老鷹 你就去找一個老鷹的標本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或是你要做一隻羊 你就去找一個 就是做一個羊的模型 或是就是去找一隻羊的標本 他認為說你不用再透過繪畫 然後透過平面 然後再去創造出那種就是畫的一模一樣的那樣的意義 所以他也是用一些就是 用一些食物然後拼貼成他自己的作品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達達跟後現代的整個關係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然後這邊是簡單的 藝術家以無法之法來成為自己的一套文成法律 就是那個神性 這裡面講到不管是奧森伯格 不管是前面的路向到所有的秘書家 尤其在達達這一批人 哪怕是詩人 哪怕是音樂家都一樣 繼承的那個形式 全面要把它解構 拆解 所以剛剛那個 把人家的畫給塗掉 這個老師在念大學就常幹這個事 因為協議結束了 我常要去留下來少畫室 在台藝大學 那很多學長已經畢業 都要親 這個畫也不帶走 這些傢伙 就畫了一大堆畫 那第二天 都要全部把它塗不掉 太可惜了 老師就一張張畫室拿回來 全部把它塗掉 重新再畫 連名字都把它塗掉 背後很看明顯 現在還留一大堆 全部畫上我的畫 壓在上面 懂嗎 只是藉他的材料 根本不管他畫什麼 他畫來說 他就不是藝術 說得對 我畫才是 塗掉也算是 再講一遍 所有的藝術家 從古到今 不論從 題材 主題 材料 媒介 色彩 形式 內容 技巧 等等 都在找成一個 他們最熟悉 最習慣 最忘記的 一個部分 然後以這樣或那樣 來處理 成為一個非藝術的作品 也沒有做 來處理這個 這個樣子的一個 非藝術的活動 包含一般的男人 包含著藝術創作 或音樂創作 或文學 或其他的不種創作 包含建築士 包含法律 包含經濟 包含各個的層面都可以用 藏意最熟悉的 然後想辦法 還要做出非藝術 因為只有非藝術 才有生藝術的可能 在非藝術的範圍 範疇裡面 尋求觀念思想 情感 技巧 才很難找出 找到 找尋到是藝術 既有的藝術 都不是藝術 聽懂嗎 與戴賢基在講這句話 其實 一切都包容 接納 幹 過年 責備 為什麼 已經變成一個法蘭 人士的樣態 那越早成立越好 至少可以排除得很清楚 反而在非藝術中 很難去 所以非藝術夠你忙了 懂嗎 只有在非藝術裡面 才有可能展現這種 創新的 藝術的可能 你活著在做過去的 舊的樣態的藝術 或思維 或想法 或情感 那不是活在過去 所以唯有這樣才不斷地偏測自己 土魄也超越自己 所以這裡面談到的一些名詞 一些動作 這些東西 不管 我剛剛前面已經講 這些東西 不管是透過 食物對象的 或現象的 觀察 秉色 感色 到領悟等等的 過程裡面的一個美感 來捕捉 來好奇 來捕捉 來掌握 來帶入禮節 的領悟等等 從古到現在 到達達 都一直在做的事情 人家發表的 寫了莎士比亞的這些文章 老師告訴你 就像同學寫作業做法 做研究 酸體 我要研究莎士比亞的悲劇 莎士比亞悲劇 要你研究幹嘛 不管就有 大堆人過去也在研究 多理這個 少了你不可 不需要你來的 你做的不會比前面更好 注意這句話 自己能做在哪 我 所以 達達裡面回歸一句話 對我 對我 而認識 每一個都自我 更要 徹底的去拆解 最熟悉的就是誰 就是那個我 最不認識的是誰 就是那個我 最有可能的心意在哪裡 就是那個我 都在那個我上面 所以啊 所有的醫生教授的作品 比非發性 跟超限時不一樣 跟投幅一樣 都不一樣 他做出來說 完全就是 非常的自動性自發性 偶然性 跟反偶然性 自動性跟反自動性 藝術跟非藝術性等等 交錯衝突在一個人身上 所以 不管從科學的分析到 從生理結構的科學分析到 心理層面的精神分析 或是心理分析 都全部已經 無所不在的 處在內裡的時候 這些都不是有所 包含之前達人的 我之後 那一九二幾 二四年 二十三年以後 為什麼不見 為什麼不見 因為 全部都做完了 現在的 荷尋寶 跟 Jones 辛达嘎 尼隆达 那是在紐約的辛达嘎 這一批的 所謂的辛达嘎師 能不能成其中 這個東西 就像波浪 第一波的衝擊 裡面那個煙雨最大 過來呢 地減 地減 地減是不是不見 不是 地減的能量裡面 隱性的更大 所以將來爆發起來的東西 會更加的具有張力 那達達就像一個 那種 水面瓶子 其實是 後續 充滿爆發力的一個 平面的 這個水波的波紋 那個波紋的部分 是直接進入 你的生命的心靈裡面 所以老師告訴你 我們從這裡面 學到的最多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我今天在你所想看 我們從馬類看到物像 看到卡什 各種各樣 各類型 無所在 你會不會問一句話 你最喜歡哪個類型 我相信你不會問這句話 因為你的理解裡面 帶入你可能掌握到 你這群人在說什麼 很清楚 你不會問自己最喜歡 你應該會去問到一個東西 還有什麼可能還沒有做 還有什麼可能你還沒有做的時候 先要把這一片全部丟掉 全部的把它非藝術化 來找那個藝術 好嗎 所以啊 佛學今生 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人類的歷史 人類生命的這種 生命史 從也沒有變 都在追這樣的證明 有沒有以前都沒有 只是 你不知道你必須要知道這一個部分 所以啊 你今天來上了這個東西 我相信啊 這東西對你將來任何不同專業中 我非常大的幫助 包括有一天 你的太太離開你 你的小孩不認你 不認你 我就告訴你 答答 答答 他不認識你 不想要認你 氣你 都是幫助你帶入你解痕 你老婆不愛你了 因為他自己也變肥了 我看一下吧 變臭了 變老了 或許 你已經有老人餵了 老人餵是什麼 酸酸腐臭 還爛掉了 我看一下 老師告訴你 你這些都是很棒的朋友 所以國色也棒 死了也棒 都棒 那我感覺啊 他在表明像這種作品 你說這字數很錯 這個就是非常搞笑的 扭曲的嘲諷 你沒試著蹲在這個草皮上做瑜伽嗎 後面買狗花嗎 蛤 你看電視裡面做瑜伽就這麼搞啊 沒關係 有時候不可以 你還可以擺蛋糕耶 練習一下果子能不能吃到蛋糕耶 像這一類作品 將來已經放履約到八零 任何的畫廊都不能出來 都不可以乾燥 很容易見到 我就告訴你 這就是五十一數 整的一數還沒出現 趕緊來看 趕緊來找 這個是給人類更加另外一個驅動力 來驅塞自己 超越前人說的多底線 超越前面人努力堅構的一個理想世界裡面的更加可能的理想 你永遠沒有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所謂的全人 然後說的意思講 人的生命裡面有一個東西最難背 知道是什麼 圓圓的東西 這個圓圓的東西為什麼那麼難背 你想想看圓圓圓的東西背在什麼 怎麼拿也不是 光你抱著回家你就很苦 你不行 你去這邊找個西瓜抱回去看看 你抱抱看 不要抱 不要說背好 為什麼圓的東西那麼難背負呢 因為它叫做圓滿 圓滿 所以啊 我們在努力追什麼 真理是什麼 叫圓滿 這個是能出現 那藝術家在達達這裡啊 已經徹底的瓦解了 肢解了 猜解了 猜解了 全人類過去由死來到現在 所有可能都把它猜解掉 表示告訴你一個重要的印記 你有沒有已經把過去 這個達達一千所有的能力的智慧 都把它放置在自己的身上 把它類似這種意外偶然碰到碰到 意外偶然來下去學院碰到 變成你的智慧 全部的圓滿 那這個是一個提醒 大家要小心 只怕你 只怕你 不是不怕你學 不怕你碰 只怕你爛 跟死掉 死掉的人 死人跟懶人是最可悲的 其實今天談到這裡 談這位藝術家 都充滿了感覺 把他擠下 即刻死去的人 因為他 隨隨地這一顆圓圓的這個 宅 要復宅的東西 過得好好 毫無疑問 毫無疑問 所以你看到誰身上有範圍 他當下在畫畫就是那樣的 把血骨肉全部放進去 這些 這些後面這些人啊 雖然西裝比領的來做作品 雖然啊 道貌黯然的 每一個藝術家都稱自己 叫衣冠琴色 每一個藝術家稱自己 都不是藝術家 每一個藝術家稱自己不是人 每一個藝術家稱自己 創作出來 不是藝術作品 今天很可笑 還有當下還有人在身上 我是藝術家 我是從來無難生的 我喜歡藝術工具 現在還要留人稱自己是藝術家 打打都搞不清楚 1916年的這個思想 對他毫無影響 很可笑 懂嗎 學東西好玩在這裡 這東西 剛剛總結在問 這種併貼跟剛剛提到的工藝 你學的部分老師告訴你 整個時代不是只有一種潮流 這種思潮 全部攪在一起 像那個大有面 你要把那個胡蘿蔔分出來 挺難的 你要把那個什麼 肉絲給夾出來 或蛋瓜的蛋片夾出來 都很難 今天我們用這個方法 用風格 評估其實是貨在一起的東西 包含有一批人講求實用主義 把藝術介入空間 不是現在在提攬 包吼四張實體 老師帶著學生 外面接案子 去蓋房子 帶著學生去做 做這個工地的工程 落水山莊 國際樣式 怎麼來的 在美國 哈山的這個理工學院算 A3 A3的理工學院算 早期包吼四的老師 帶著學生 逃到 逃到這個理工去 在那邊聚集從事教學 把包吼四轉到那個理工去 老師告訴你 你這東西啊 只要你身上一沾到 洗都洗不掉 就像你今天來的這些人 全部身上沾到一處 今天啊 從事啊 你就是悲劇人物 保路要入理 你時常都是痛苦的不得了 人家好過 你眼睛張開 就痛苦到晚上 睡覺還做夢 跟人家吵架 談這個藝術不是藝術 真的是這樣 這個是至少 真的是一種 我們稱為 撕裂的夢 撕裂的夢 誰撕裂 你自己撕裂 因為你一直在蜕變 蜕變 人家的生命只蜕變一次 你無數處在蜕變 你只要一個聲音 一個動作 一個動 一個人家的態度 你就產生生命的蜕變 不騙你 你不是外向 你是內斂 老師那天 請你跟他走 去音歌 禮拜六 禮拜六 我錯了 拜五 上次拜五 就是音歌 幹嘛不是去回去那裡 不是 我去找一些茶具 找茶具之後 找顏色 結果被我找到 很內斂的顏色 很 一個張力量很大的一個顏色 一套 結果那一套多少錢 八千多塊的一套茶具 有茶 有海 有杯 四個杯 一個茶 一個檀 還有一個茶葉罐 桃 顏色 哇 從來沒看 我一直在想 我怎麼調調 我看顏色 包含光水 不是 往外 收回來 收回來的顏色 那那個 剛好是因為 那個什麼 我朋友那邊 他的一個店 要裝潢 要擺一些東西 我去看到那個 我好喜歡 看我去把它買回來 回家被我們太罵了三天 你 寄不喝茶 買那麼多糖 你幹什麼 我說擺著看 擺著看 你真的無厘 老實說 有時候這個東西拿來 這個東西 這東西很特別 我希望他們 真的可以幫助你 重要的是 你的專業 跑不起來 就是讓你的生命 自己肩上 扛著背上 背著那個圓圓 那個窄 背著那個物件 這一身脫掉的東西 前面擠在擠掉 後面背著那個東西 這東西讓它對你圓滿 圓到最後融成此理 那就是你的生命 好吧 今天答答主意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談的是 非藝術 非藝術作品 非作品 呈現的過程